好 那么这是这一块 使用了这一块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呢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 对吧 我看到啊 我们说 我们去访问这个静态页面的话 我们需要让用户访问的 是不是这个NGX 但我们的相购网站 是不是 他跟这个NGX 他俩可能不在同一台电脑上 对吧 你为了让用户 那你不能说 用户你访问我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一会儿呢 敲这个地址 一会儿敲这个地址 这不可能吧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啊 我们现在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怎么去让用户 访问这个静态页面 或者是用 让用户呢 直接访问我们这个 NGX V这个页面啊 他俩呢 你要去做一个 区分啊 你要去做一个区分啊 那么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点的就是 在我们最终在部署的时候啊 你注意 在我们最终部署的时候 我在这个 下面能再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像我们最终这个网站做好 在部署的时候 你比如说 这边呢 是你的 这边啊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江沟网站里面 这对应的这个 首页的视图呢 它呢 是一个对应的 有个index view 然后这个salary上面的 对应的首页呢 是一个静态的文件啊 是一个静态的index点 然后在这个salary上面呢 我们说我们需要呢 去搭一个index的服务器啊 我们需要呢 去搭一个index的服务器 让index的服务器呢 帮助我们去提供这个静态的文件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需要有一个对应的index啊 index好 那么现在呢 产生一个需求就是说 我们需要呢 当用户敲一个地址的时候 我是要给它返回这个静态页面 还是要调用我将过网站的这个视图 对吧 那么在我们最终啊 去进行网站部署的时候 在这个前面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作用是干嘛呢 它是负责一个调度啊 它负责一个调度 注意啊 它负责在这边实现一个调度啊 在负责实现一个调度 调度 那么这个调度的服务器呢 它是什么呢 它还是一个index啊 你注意 它还是一个index 那么这个index呢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IP和地址啊 它的功能呢 就是实现一个调度 然后它怎么调度呢 我们在做好网站部署完之后 当用户呢 他去访问我整个网站的时候啊 我只报 我只会给他暴露一个IP 暴露谁的IP啊 我只给他暴露这个index IP啊 你假如说我们这个index它的IP地址呢 我们随便写一下 写的是这个172.16.179.130 假如说我们这个调度的index它的IP呢 是17.16.16.179.130 我给用户呢 暴露的这个IP就是这个index的IP啊 调度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的浏览器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啊 那么当浏览器呢 它去访问我这个网站的时候啊 它不会直接去访问我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会告诉他 我的将冠网站的这个服务器的地址 还有这个salary服务器的index的地址啊 我只会告诉他这个index的东西 那么他去访问我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首先他是先去请求我的这个index啊 他去先去请求我的index 然后我的index呢 就会决定他来访问的时候 我是要给他返回一个这个页面 还是我要去直接去调用我们将冠网站的视图 但是啊浏览器请求网站的时候 他请求的一个地址呢 他就对应着一种操作啊 他就对应着一种操作 那我们怎么呢 把他俩做一个区分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地址啊 给他做一个设计 比如说啊 当用户呢 直接去访问index的地址的时候 那么我在这里面 这个index的调度啊 我可以通过配置 让他直接把这个静态的页面啊 直接去找这个index服务器 让他把这个静态页面呢 给我发回来 我再把它发给这个浏览器啊 就他访问这个地址 如果是只访问这个IP的时候啊 只访问 哎 只访问 我们的 哎 只访问啊 也就是访问这个 只敲IP的时候 我这个调度呢 我就通过一个配置 让他去调用这个 哎 salary服务器上面的 njix啊 让njix把这个地址呢 给他 哎 页面的给发回来 就访问 其实呢 你只敲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他就相当于去访问了一个 斜杠啊 往内斜杠 但如果呢 他访问的是这个地址的话 什么地址啊 就在域名后面 点179 点130 域名后面呢 如果他加了一个地址 加了什么地址 加了一个index的话 我呢 就去 直接呢 去 让我的njix呢 去把这个请求呢 交给他啊 交给他 哎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做一个区分啊 做一个区分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当访问的地址呢 访问的是 访问啊 斜杠 index啊 在这里面呢 你看到啊 最终这是我们部署 要完成的一个效果啊 就前面呢 这些将购网站 还有这个salary的前面呢 都有 有一个调度的 njix啊 那么这个 njix里面呢 浏览器呢 请求的时候 他只知道这个 njix的地址 所以呢 他是去访问这个 njix啊 根据他访问我 njix的时候 后面跟 跟的这个不同的 地址 我最终呢 就会给他做一个 区分 你如果访问的 这个地址 对吧 他只敲了一个IP 那么我就 这个njix呢 他就会去找着 这里面的这个njix啊 然后呢 拿到这个静态页面 再给他发回来 如果你敲到地址里面呢 有了这样一个 斜杠index的话 那么根据这个配置呢 我就让他去找这个 相购 网站 然后相购网站呢 再把这个 培行他的index view 把这个页面的生成 再给你进行一个 返回啊 给你进行一个返回 OK啊 这是我们最终 你注意啊 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 效果 要达到一个效果啊 所以呢 在我们这里面去写的时候呢 项目里面去写的时候 我们这个indexview 对应的地址呢 我们要对他做一个 更改 本身配置的 直接是IP 对吧 现在我在后面 给他加上一个 index啊 就是为了去做一个 区分啊 做一个区分啊 我们在这里面 先给大家说一下过头 那么你注意 在我们这里面 现在怎么调度 我们并没有去讲 这个调度呢 是我们做完网站之后 部署的时候 再给大家说这个东西呢 怎么跟后面呢 进行一个结合啊 进行一个结合 OK 那么今天呢 你需要掌握的一部分 在哪 就是使用我们的salary呢 帮你生成一个 静态页面啊 注意 需要掌握的部分啊 那么第一点 使用我们的salary 对吧 哎 生成 静态页面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通过 配置我们的 index 让他可以提供 静态页面啊 提供静态页面 好 那么 这个啊 另外一点 第三点 那么管理员 管理员啊 管理员 他呢 修改 首页 所使用的啊 所使用的 表中的数据 表中的数据时 对吧 哎 重新的去生成我们的 哎 静态页面啊 重新 生成 index 静态 静态页面啊 重新生成index 静态页面 OK 这是我们讲完这个 静态 页面静态话之后 你需要掌握的这三点 关于怎么进行调度 我们是后面再说啊 后面再说 第一点 使用stallery生成静态页面 哎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在stallery里面呢 去定义了一个 函态页面 这个函态呢 帮我们呢 去生成一个 静态的 哎 任务函态 在任务函态里面呢 生成一个静态的页面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通过进行我们的 ng的配置 让他可以呢 提供静态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stallery所在的 电脑上呢 去修改我们的 ngs里面的 配置文件啊 好 ngs配置文件 其实呢 就是在这里面呢 再再加一些 配置项啊 再加配置项 这里面呢 是这个配置 好 那么第三点呢 就我们说的 管理员修改首页 所使用的表中的数据的时候 你需要呢 重新的去生成 index 静态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你再去 admin里面呢 你需要呢 去重写modeladmin里面 这个sale model 或者是delete model啊 在它里面 进行新增 更新或者删除之后 我要去 把这个任务呢 发出去 让我的stallery服务器里面 再去重新生成一个 首页啊 这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 讲完之后啊 这里面你需要掌握的 这三点啊 这三点啊 这三点啊